妈妈 Why? 妈妈 Why? Why? 妈妈 妈妈 Why? 妈妈 妈妈 打掌 打掌 这个 这个 厂摘的不知道几块钱 小幼的9块 这个应该7块就可以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夏吴韵 刚刚我们在外面吃完宵夜 回来帮我女儿吃完娘 她已经睡觉了 等她睡着了 我要来喝上一泡茶 因为大家都知道 宝妈真的没什么自己的时间的 只有让自己的小孩睡着了 这段时间才是自己的 所以等她睡着了 我就慢慢来享受一下 冲上一泡茶 我今天晚上拿了一些 老陈皮回来 还拿了一些 这些一香一香的那些普洱茶 搬了一些回来 因为 有一些老茶也放了很久了 然后我就拿一点出去 放一下 然后呢看一下 到时候 这样 找个地方来做一下喝茶的 打算是这样啦 看一下 努力加上 运气 可不可以让我的梦想实现 今天晚上我吃饱饭 我就喝一泡陈皮熟茶 这个陈皮呢 已经放了有二十多年了 你看一下 已经很干咯 这个不需要再晒了 我是放在那个紫砂杆里面的 然后呢 这个的话没有多少 然后我之前呢是 自己传下来传了一些 因为 这个是在新汇那边买的 这个是正宗的新汇成集哦 只有在新汇那边去收的话 会不要正宗一点 感觉成香味也是挺酷的 因为我放在几沙港里面 放了那么多年了 那些水分已经空干掉了 然后呢就想喝的时候拿一些出来哦 就是上次我拿了一袋出来 已经喝完了 有时候我放去煲汤啊 有时候会放几片去冲茶 看一下这些 这些就是我刚刚放下去冲茶的 因为已经很有成品味了 我刚刚冲了一泡那个熟茶 这个是布朗山的 这个 这个茶底也可以哦 口感也比较好 没有什么杂味 梦想还是要有的 所以呢 要努力 今天晚上带着我女儿去搬茶 真的她在那里捣乱捣乱 累得很 所以呢 回来的时候吃了 吃了一点宵夜才回来 其实基本上我每天晚上都要吃宵夜 他们说吃宵夜很容易胖 但是我呢 可能喝的茶水也比较多 所以呢 没有这个感觉 我记得以前啊 我们小时候呢 在老家的时候啊 我的跨名叫做肥妹 有人叫我肥猪哦 因为以前我真的很重哦 我上初中的时候 我都有110斤哦 那时候哇 真的差不多最胖就是我了 后来出来打工啊 真的那时候不是自己有工资发了吗 那时候也是 发完工资我们就去买零食 去买很多零食回来 又不吃饭 光吃零食 但是也不见瘦哦 后来的时候就慢慢的喜欢上喝茶了 然后呢 体重就会减下来了 真的是这样子 以前我最胖的时候就是138斤 然后生我女儿的时候啊 158斤真的好胖哦 我们那时候都怕 然后剪不下来了 不过后来的时候呢 我坐月我也喝茶 怀孕我也喝茶 因为死罐了 所以也没什么 现在我女儿生出来 她也喜欢喝茶 哎呀 她现在也是个小茶鬼啊 但是怀孕的时候 有一些茶是不可以喝的 嗯 就是 好像是那些 熟谱少喝一点 那些绿茶的话 还是可以喝少喝一点 不要喝的太浓哦 所以我那时候也在喝 反正我的话 没有太多的去 去 就是记究这些的 反正 我感觉喝茶也是不好 看一下我女儿现在 生出来也是白白胖胖的 是不是 那时候我女儿好像是 七斤八脸 我那时候我吃的好胖 好啦我喝完茶 我就准备冲凉了 明天要早起哦 嗯 因为明天 看一下能不能预约上 跟泡泡去打一下预防针哦 呦 口顺滑 错